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仇店主反而是找到了一个神秘的据点 打算在神秘人的帮助之下东山再起 当然也是被迫服下毒药 还有谢星恨以及江峡两位主人公第一次会面 当然是在刀兵相见的情况下 然后还有一些正派联盟庆功宴上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暂时的领袖之一 飞燕山庄的庄主孤苍燕 想要是开一个武林大会 在上面的定夺乔小势在必得那张藏宝图的一个归属 我们现在江峡刚刚经历过了 那个摩加罗原神的一个侵扰 所以说呢 想要回到这个仙云寨 找他的母亲回归一下平静 因为现在我们所处这个地方 还是这个纷乱的中心 我们现在呢 先不着急 本期呢会有些这个支线的事件可以做 比如说之前大家一直提到过的白虎啊等等 不过那个那一期的时候 应该是白虎那个事件应该是做不了的 我们先来到宜昌城 一进入宜昌城呢 哎 宣言巧巧就说 这个小虾对吧 你不是说回仙明寨找母亲吗 为什么就突然来到宜昌了呢 小虾多半是让我来买吃的 主要是这个宣言巧巧不太想见宣言大叔对吧 帮熊霸买完吃的咱们就走 哎 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啊 就一个叫地形牛鹤虫 对不起对不起 小头不长眼 他撞了我们宣言巧巧一下 但是宣言巧巧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 这个精通偷窃之术 妙手之术人 他果然说你们两只贼手 把我的白鸟玉佩还来 竟然把宣言巧巧那个祖传的 就是他母亲传给他的那个遗物啊 白鸟玉佩给偷走了 哎 大哥失疯了 就是完了失手了 这个叫快手空空耳 36级走位上次啊 赶紧溜 门都没有啊 这样我们直接就进入了战斗啊 就揍他们就完事了 现在我们的江霞呢 已经是掌握了珠商的第三级啊 所以说是可以打这种 这个铜牌的敌人 哎 普通攻击就能同时打他们两个人 对吧 还是非常不错的 相当于让自己的伤害提高了很多 哎 别把他揍死 哎 完了 这两人实际上应该也 没有守不到什么东西了 好 这样我们非常轻松的战胜啊 白送了一些经验点数和经缘点数 两位输了就认个错吧 否则 小心啊 别怪我不客气 我身旁这位啊 江霞 他他 当然我身旁这位可是传入中杀人无数 吃人不吐骨头的残暴大魔头 东海狂瞎啊 又替我胡起外号 大哥啊 咱们就认了吧 你们快快招来 不然我一声令下就要 这样让我们这位这个东海狂下先剁了你们两根手指 结果呢 这两个人就就认怂了 姑娘饶命 千万不要断了我们谋生的家伙 对吧 我们就靠这一双手了 我招就是 我招就是 这个是四海镇的一个叫灵鹰大神的啊 委托我们来偷这个东西的 我真看错你的 就算我们手养师疯也不能这样编排雇主 哦 看来这个雇主并没让他们来偷这个东西 对吧 只不过他是自己想偷 然后失踪了啊 这个失守了 不过确实也跟这个灵鹰大神有关 这个事件 把话说清楚 什么固执不固执 到底那位大神委托你们做什么 大哥说我没骨气 我不说了 东海狂下 我手指在这 你想剁就剁吧 好一根硬骨头 同行之间何必苦苦相逼呢 对吧 毕竟我也是妙手瞧瞧 反正得了这个情报 亲自到这个四海镇 找灵鹰大神问问就行了 算你们走运 东海狂下 每逢初一啊 还有十五 收手一天 你们回去吧 今天正好是这个收手的日子 好 这样我们就 李应该赶紧前去这个四海镇 但是呢 我们先切换成 巧巧作为牌头 因为这个游戏啊 就是每到一个不同的阶段 然后这个游戏中呢 不同的地点都会出现这些宝物 比如说我们整理一番 都变得重新变得乱了 对吧 紫龙黄袍 先前获得过就不给大家讲了 这个每不停的时间 都有这些东西 所以全收集的话要注意一下 需要一些耐心等等 这个宣传三光又会消失 哎 老爹家里的五百块钱 然后 这客栈里面啊 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 这不是当时 华子英躺人的房间吗 对吧 这很干净 毕竟客栈是有电小二的 所以说 大家就发现这个问题 对吧 客栈里面是有电小二的啊 然后这个一般人的 这个民居啊 等等这些地方 都是没有的 这里呢 这个 他家这个母女的准备出嫁 有一个这个珍珠嫁妆 比较乱啊 这也珠玉蒙尘 我就帮他拿了 这刘氏 乖女儿不要动啊 我明天呢 你就是最美的新娘 他他他女儿呢 叫做湘宇啊 刘湘宇 很好听的名字 在这里这个依依不舍 这里这个人家呢 就是最早出发 那个华子英 帮助那个赌鬼的 那个那家 他就是那个赌鬼啊 赌博害了我 也害了我的家人 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啊 希望咱们观众如果有这个 有人喜欢赌的啊 也要注意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隐藏道具 小行血药 这边呢 随着时间的推进呢 我们这个地方啊 又能获得过很多啊 新的这个武器 只要是看到咱们持有 这儿没有的都可以买掉 比如说 五属性的刀啊 然后这个金属性的刀 啊 然后六腰实践 对吧 什么 这个名琴绕梁 啊 天王连环打 床子弩 啊 这还有这个三 三枪破阵弩 然后这个身着 这儿呢 也有新的啊 无想战衣 八方金刚甲 咱们都没有的啊 都都都拿了 啊 虎啸旭日凯 啊 这个是大幅增强了 我们的强壮 买两件的 这个呢 强壮增加一般 所以咱们只是作为一个收集品 买一个就行了 包括这个也是 好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换上 新买这装备 八方 不是 虎啸旭日凯 强壮又增加了16点之多 这让我们对这个 呃 无外攻攻击的防御 非常的强力了 现在随着咱们这个收集品 越来越多啊 这个换装备这样 都得好好找找 不过这个地方 他暂时不卖这个 穿的 不卖穿的靴子 然后我们换上我们的 黑西凤 暂时将侠这个工具人 这边有一本秘籍 叫做菩提爵 这个也是弱壶专属的一个 一个一个武功 可以让弱壶学了之后呢 哎 可以让弱壶学了之后 就掌握那个 菩提爵的一个功夫技巧 可以说呢 解除咱们身上任何的一个 异常状态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是轩然三光家 你看这个地方 他这个bug很有意思 往这一走他就消失了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宜昌城 在此阶段的这个 整理干净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 这个四海 来到四海呢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房间 这里就是灵音大神的房间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得知 轩然巧晓的一个绅士 这是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线 是空空玩 还有褐虫吗 哎 我们看这个妇人啊 双眼无神 他应该是失明的 将侠呢 赶紧小声说 不要为难人家 对吧 都看不见了 知道了 啰嗦 大神啊 您找空空玩 还有褐虫 偷我的白鸟玉佩 做什么 哎 这个妇人灵音啊 他直接跪下来了 他他叫 先叫小姐 他说小姐是你吗 小姐 你快起来 大神 我不是什么小姐 对吧 我是你 哎 从前啊 有一个很聪明的书生 叫做诸葛志 还有呢 他恩爱的妻子呢 殷氏 有一天呢 因是捡回了一位断手女孩 当做女仆 也就是零音了 对吧 婚后没多久啊 他们这个诸葛先生中了举人 因是呢 也替丈夫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由那个女仆呢 充当奶娘 这有自识年音音吗 哦 看来就是轩小巧 我们看 因为这个小巧巧 对吧 长得还身高比较 正是双喜丽敏的时候 对吧 又中了举人啊 又生了可爱的小女孩 却好景不长 诸葛先生还没有赴京上任 就中了烙疾 烙病 丈夫说呢 十年苦 大夫说呢 十年苦毒 毒坏了身子 而他的妻子呢 偏偏以前是大家闺秀 也不懂怎么理财啊 几年之间呢 为了治疗丈夫的病啊 就把所有的家财都耗尽了 诸葛先生 知道自己就要死掉了 于是呢 诈赌啊 故意输给了这个恶毒鬼 轩然三光 并用话头呢 卡的轩然三光 要照顾轩然小巧一辈子 要照顾他的女儿一辈子 原来轩然小巧是 就被他父亲 就是故意输给这个恶毒鬼的 因为他知道他们一家 就要完蛋了 对吧 不久之后呢 他就病逝了 巧巧的母亲临别之际呢 将家传宝玉 百鸟玉佩 交给了小女孩 之后呢 就因过度思念 随着丈夫而去 也死掉了 最后呢 只剩下那位断鼠的女仆啊 女B 记得这一切事情 但是他也因为这件事情 哭瞎了眼睛 所以双目失明 原来巧巧一直错过了 宣言大叔 对吧 因为以前呢 包括宣言巧巧 我们在那都以为啊 这个巧巧呢 是这个恶毒鬼 宣言三光啊 这个故意啊 就是把别人赢 输了就赢过来的 买娘啊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 告诉我 我一定替你做到 小姐啊 我找了两个偷啊 就是想在宜昌啊 谈听消息 今日能够平安 听到你的声音 已感到万幸了 不敢再有其他奢求 一定有什么 帮助上忙的事情 不然我一辈子 都要留在四海陪您 这个时候熊爸 就心里就想了 我一直跟着乔乔到处跑 万一他要待在这 那我咋办呢 对吧 我也没地方可去的 万万不可 小姐啊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有一位好心人 这十几年间呢 一直不定时来照顾我 小姐不用担心 那我怎么办 好心人呢 曾经送我这块石头 他说啊 大石中藏有这个猫眼灵珠 能够治疗我的这个眼疾 让我可以重见光明 熊爸听货 奋力一拳 打中这个石头 结果竟然没打碎 这个石头好诡异 竟然打不坏 好心人说 要是石头打不坏 是缘分未到 要破石者呢 去西南方的剑炉 找人解咒就可以了 剑炉不就是那个 剑邪风行锥 那个地方吗 对吧 这个游戏 我是真的服了 小霞 我们快走 快去剑炉找人 这个江霞刻画 这个人物有问题 真的 他的这些行动 就不符合逻辑 我不知道这个游戏的编剧 虽然说我们说 游戏就是何必当真的 但是我们看先前 这个江霞那个心理活动 但是有一说一 你把一个人物 刻画的如此的恶心 会影响我们这个 我们的游戏体验 对吧 就会让我觉得很恶心 很扯淡 你看先前 人家那个巧巧 跟那个灵音大神 就就说要报恩嘛 然后那个江霞就就在内心想 哎呦 这巧巧 这个想报恩想疯了 对吧 然后后来呢 那个妇人呢 又说这个 可以找那个剑炉那 就是解开打开 那个石头的封印 江霞内心又又有一个活动 刚刚那个游戏里面描写了 就说你早点说好不好 我靠 这这得搞什么东西 这 有一说一 这个这个设定 我不太喜欢 这个编剧 脑子估计是被驴踢了 哎 不管如何吧 我们 毕竟做了 说实话 如果是我自己玩的话 玩到现在我就 我就想那个 直接删游戏了 我们来四处啊 这个整理一番啊 因为到这个阶段 这个两千两 啊 两千两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bug 就这个石头啊 打不打烂都可以啊 打不打烂都可以把这个宝箱给那里获得 啊 这个金什么断 断魂刀法 然后我就卡在这了 把石头打烂 其实这石头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啊 就是就是那个箱子而已 然后这边的铁箱铺呢 也多了一些新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啊 咱们看没有的这个对吧 斜刀木魂啊 这是个木属性的刀 武林奇人木燕子 终身所追求的至极之刀 后来的木燕子不幸入魔 为了练刀啊 大开杀戒 此刀呢 变在那时候产生 还有这个 这字念什么呀 鱼魁五毒箭 对吧 都买了 然后门神拳套 这个是土属性的拳套 熊霸用的 古琴玉火 火属性的琴 还有这个苏英 雷火奴 这是苏英制造的这个强弩啊 这个除了利用这个剑 剑鞋 所摩擦而产生的高温之外呢 在剑簇上面也享有了一层薄薄的火药 攻击力十分强大 好 然后他这呢 就卖 他这不卖这个身穿 不卖身着 但是卖脚穿了 比如说我没有的这个 天荡挑 这个他写的是现有灵 是因为咱们这个金刚鞋穿到了江峡身上 就跟现在那个太极剑是弱弧装备 但是他显示持有没有一样啊 我们这靴子可以买一些 好 然后再更换一下装备 天荡挑 天荡挑 再有一个给弱弧 正好买了五双嘛 因为我们那个谁不需要 诶 这个房间倒是挺整洁的啊 我们现在在这拿到了什么东西了 整理到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城整理到了一本这个 呃 金雀断横刀法对吧 然后还有那个 两千两银子啊 还有在这个客栈里面啊 客栈的一个房间里面 也可以整理到一个珍珠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就是在右边的房间了 对吧 出来吧 珍珠 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 要前去 剑炉 也就是在这个 酬黄殿的东方 虽然说酬黄殿 现在已经覆灭了 我在做本期视频之前呢 还刻意去了一趟酬黄殿啊 就看一下我们这个 看一下我们这个 酬黄殿 这个时候进入啊 跟之前有什么区别 还是那个血流成河的一个模样 全部都是正派和邪派人士 那个尸体堆积如山 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隐藏道具 可以让我们获取 来到剑邪啊 剑炉这个地方 风行追说啊 该来了 终于来了 让我解开石头的封印吧 哎 我看到他这个身上光芒一闪 你们这就回去帮助小音啊 他叫那个灵音 叫小音 前辈 别多问了 回去吧啊 他说这就是这个 天理定数 然后他就消失了啊 我们帮这个剑邪前辈看一下 能不能整理一番 结果发现 这个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朴素 除了一些这个配件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然后这个剑邪呢 呃 很有意思 剑邪这个人物 我们 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 对吧 首先这个剑邪呢 他是帮助 酬黄殿的 头号杀手 那个 信心恨啊 对吧 传手的给他武功 所以说他这一点方面 是正邪不分的 但是他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 就挺正的 比如说劝自己的弟子 对吧 凡是要看的 偷偷一些 对吧 不要说一时上头啊 就认定哪个人 是你的仇人之类的 他之前呢 第一次出场也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呢 我判定咱们游戏的设定 就是无散人的 就是一些 怎么说呢 性格比较这个 孤高 然后呢 就自己按自己的喜好来 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现在切换成熊吧 把这个石头给打烂啊 就会得到这个猫眼宝珠 猫眼灵珠 在 给这个大婶治疗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猫眼灵珠的一个介绍 因为我们现在物品 实在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 很容易这个 对吧 就就就 就就就不太好找 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的位置 这是女娲练食 补天留下的奇事之一 因为其上有猫眼的形状而得名 毛人戴上这个东西呢 可以重见光明 如果真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 那这个价值不可估量 奶娘啊 这是猫眼灵珠 乔乔啊 真的是你 他真的重见光明了 你看得到我了吗 你变得好漂亮 跟当年的夫人 简直是一个模字刻出来的 真像 你跟你娘太像了 但是你的眼睛啊 跟老爷一样 一看就是聪明 在遗传了父母啊 这个优点 多谢哪位少侠 帮老生 破石取宝 嘿嘿 没什么啊 乔乔的事就是我的事 宣传乔乔小生说 谢谢你熊大 你真好 这样呢 宣传乔乔和熊爸 就会学会这个 疯狂大车轮啊 这个情侣记 小姐啊 就不用替老身操心了 记得不要跟宣传先生 闹嘴 宣先生就是宣传三光了 看来这个灵音 在内心中觉得 宣传三光呢 是很好的 他为了一句赌句话 竟然拉扯你 长这么大了 对吧 也是不容易啊 好 然后这一段剧情呢 我们就做完了 现在呢 我们就要前去 这个雪山那儿了 不过在 去那之前呢 我来看一下 那位置在哪了 在右边 在东边 都打了吧 我们现在已经有猪伤了 哎 熊霸的速度不够快啊 不过我们的攻击还是很强的 这个黄袍道人可以掉落金创药 现在乔乔升级了 给他增加一下护进嘛 乔乔作为一个奶妈 中了奶妈人物啊 所以他呢 就是 需要我们给他增加一下防护能力 漂亮 昏倒 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黑熙凤 熙凤作为一个练级的主要人物 还都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我们现在先不着急啊 先来到四海镇 因为给大家说过对吧 每一个时期呢 不同的地方都是有这个 可以整理的这个地方 他们这个居民呢 每到一段时间之后 就不太干净了 我们可以跟这个武器店老板看一下 我们会去发现这个安庆的 这个武器店老板卖的 还是之前那些东西 哎 好的啊 这个老爷和老奶奶这里有一个冰啊 冰蝉酥 这个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道具 冰蝉酥 我们好好来找一下 在哪个位置 冰蝉酥还是冰蝉酥 哎 真不太好找 找到了 冰蝉酥 特殊的蝉酥 以不化之 一冰冻王后 什么叫做不化之一 冰冻王后 有毒的腺囊 分泌物啊 转化了药性 具有强心麻醉 解毒止痛的功用 这特殊蝉酥死后呢 他本来是充满剧毒的那个毒狼啊 变成了好好的药材了 这个妇人在找他的孩子 不用管他 然后这个城镇的话 我们挨个都看一下吧 比如说这个是宾馆 我们游戏的一开始就在这里 这个进行的剧情的一个展开 对吧 江小玉和这个江无缺二人呢 在这里兄弟相聚 后来呢就出现了 江无缺啊 一家这个遭遇的那个惨案了 这里一些猫面都可以跟他们聊天 包括一些其他一些狗 但是他们聊出来的那些那个配方呢 我们也没必要记啊 因为我们都已经了熟于胸了 这个地方其实啊 我知道哪个地方有东西啊 就来到这个熊爸他家啊 他爸估计是知道我们要来整理一番 所以留了五百两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对吧 然后这个这里有一个雪日鼠 这是一个用我们这个调配功能 调配出宠物爱吃的宠物粮食的那个材料 这个乔夫这大家有印象吗 之前我们游戏早期的时候 在这儿是拿了一个啊 可鉴定的一把刀 还是什么武器的对吧 现在呢就变成了别的东西 所以游戏呢 就是你每进行到不同的进度的时候 大家看对吧 这个破碎的铠甲 这个需要鉴定等级三或者四 才可以鉴定 所以呢每个不同的时期 我们来到每一个不同的地点的时候呢 是都是有这些啊 新的啊 可探索的东西啊 比如说现在对吧 这个这个啊 安庆城内对吧 两个中活楼药 就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来探索 右边就是跳舞比赛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很干净 然后我又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刚刚我们在那时候会发现 就之前咱们在那个 安庆南市级那个地方呢 之前啊 被我们江霞啊 几个夸赞就啊 便宜卖给我们那个豆花的 那个那个妇人呢 已经不在那工作了 现在呢我们就前去仙云寨啊 见一下这个江霞的母亲 来到雪山之内 来到这个雪山之后呢 咱们自然是以乔乔作为排头啊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炼级圣地 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下 首先啊 我们这个江霞 大家看这个 呃 经典点说1718 已经快够2100 让他学会满级的珠伤四级了 只要有了四级珠伤 就可以同时打全部敌人 那样的话 我们这个全体AOE就有两个 一个黑漆凤 一个江霞 这样的话 这个基本上打这个怪都是一回合 非常的爽 就打这种怪看到没 啊 五个敌人站在一起 他们这个经验值是最高的 先拿个雪蜂草啊 我们先把这个整整理一番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换成了 这个巧巧作为排头了 所以大家也都理解 对吧 要做什么事情 全部都逃脱 就刚刚那个五个敌人 在一起的那个人啊 那个经验值非常的舒服 悬双定 还是悬双垫 悬双定啊 这个标头啊 这个红头发那个人呢 他叫标头啊 这个是长爪坏人 这个标头呢 是能够掉落神形靴的 不过我们已经不需要了 这里呢 有一个隐藏道具 奇蜀仙音啊 这是一个琴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把装备上面稍微调换一下 比如说给这个黑西凤 换一个速度加成最高的 这个明琴绕梁 这样他是确保第一个出手 不然那个轩小小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这里有一个小包裹 雪蜂草 第二颗雪蜂草了 就是这个游戏 撇开这个江峡这个人物实在太让我生厌之外呢 其他这个游戏方面真是打越打越爽 就是你很少见到我们国产的一些RPG游戏 就是你能玩到后面就是 打怪 就是回合制吧 半极时这种啊 打怪打得越来越爽快 然后有时候让你练习练得欲罢不能的游戏 胡蜂蜜药 然后刚刚那个箱子里面还有个啥 我都忘了六盒反惊伞对吧 所以说是很奇特的这么一款游戏 很有意思 这里我们就不能再往前进了 给大家来看 因为不然咱们就要这个 出发剧行了一会儿 对吧 所以我们那边呢 留到最后再走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刚刚那个小屋那个地方 往上走的那条路 因为这个游戏练到珠伤四级之后 这个打怪真的是太爽了 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场打怪吧 我们现在还是珠伤三级 所以说不太好演示 等一会儿我们换个存档 我已经练好极了 也没怎么刻意练极了 就是把这个沿途上 这个找宝物 整理宝物 昏倒 那还行 一下秒杀四个标头 爆了一个神行靴 而且我们看这个经验值加的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系统自动 把我们这个孤小仙放在队伍里面了 其实他是个工具人 我不应该放他的 不过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大问题 来到这个范围之后呢 我们往这个右上方走 这边还有最后一个宝箱 整理一番 其中的是有一个 我们非常熟悉的武学 连镜掌 对吧 连镜掌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取这个 这里往下这条路 前往恶人谷 咱们先不着急 前去仙云寨 先去恶人谷 这个事情 上一期的视频中 就有这个观众提醒我 你为什么不去恶人谷 拿白虎 那只吃宠物呀 我们来想一些事情 首先呢 上一期的那个剧情推进的时候呢 我们 这个 谢星恨 还在那个恶人谷中 然后呢 江霞这个时候 如果前去恶人谷的话 系统是不上进的 因为你们两边的这个剧情 会有冲突 对吧 比如说谢星恨 提前遇到这个江霞了 然后我们会看到 这个千年灵芝这个地方 它是能反复刷新的 这个地方是可以 这个再生的 千年灵芝 然后我们一路就来到了 恶人谷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提前存好了一个档 在这儿 这里呢 我们已经是练了很多的集了 我看 现在咱们等级是提高了两集左右 来到36集 因为那个五个敌人在一起 那个怪物 它那个经验值和经元点数 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咱们江霞现在 除了拥有了这个 满级的珠伤 满级的珠伤之外呢 对吧 四级的珠伤 就是满级了 四级可以同时攻击所有敌人 就跟这个黑西凤的自带攻击一样 除了有这个之外 还有了这个900多点点数 然后我们虽然瞧瞧等等 也是啊 都学了一些该有的技能 然后现在若虎还没有加点 他2000多的这个经元点数 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下 这个冰心诀 再升一级 这样冰心诀升到8级 冰心诀就可以实现一个情况 那就是可以 就是一个冰心诀 给我们全体四个队员 全部都加上这个 冰心诀的加强的防御 这个功能 所以说这个若虎 也是最强的主人公之一啊 最强的主角之一啊 因为他这个辅助功能 实在太过强大 黑西凤加不加都无所谓了 就给他 慢慢就快这个退休了 随便加个 飞燕神力觉升到9级 让他速度最快就完事了 然后 江霞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学别的了 比如说把这个太阴真经学一下 升到三级太阴真经 这样他的这个力道大幅提升 然后 熊霸 熊霸现在可以学我们先前获得那本净连掌 就是那个水汽的那个掌法 对吧 我们先前游戏最开始啊 使用那个江湖缺的时候用过 一花弓的这个阴柔的掌法 就像一朵这个莲花一般 然后 轩巧巧 主要还是学那个用药如神 现在已经达到七级啊 继续提高应该就快满级了 这个让我们这个药品啊 最终能够达到一个药品效果翻倍的效果啊 升到满级之后 然后现在的这个黑漆凤呢 剩下的点数可以全部都加到肚气上面啊 全部都 后来未来的这个黑漆凤 也是咱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医疗兵啊 他这个 因为他这个人的成长属性 内力成长比较高 他是我们人物中的除了若狐之外 内力应该是最高的一个人啊 所以他用这个肚气啊 消耗他自己的这个内力 化为咱们的一个血量 到我们未来这个药品 那个血量上限不太够的时候 就和他这个肚气满级来补血了 所以说他这边就是尸首王亮亮对吧 很科学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把队友切换成黑漆凤 来到这个恶人骨中 这个时候呢 这个恶人骨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隐藏的道具可以整理 我已经提前试过了 所以大家不要有疑惑 这里呢 我们就一路往上跳 跳到这个地方就会出发剧情 谁呢 哎 五散人 咱们五散星啊 每64个月啊 一次的聚会 竟然有人敢迟到 地狱夫人金花蓉 我瞧 风行锥啊 是想受罚了 哎 原来五散人之一 剑邪风行锥啊 这个在他们每64个月 才聚会一次的地方 已经迟到了 金姑娘 风前辈少说 也是有道家争传 能够飞剑 斩首于百步之外 非常厉害 你说什么 人家没有啊 他其实就害怕这个金花蓉 惹怒了风行锥 原来这个风行锥啊 先前他跟我们这个 他的徒弟 谢星恨聊天的时候 就说自己有一桩 那个事情 一直到现在都是留下了心头的遗憾 原来是这样的事情 他以前受这个 祭州妖师愚弄 一时呢 这个愤怒 把自己红粉知己的 一个右胳膊给斩下来了 从此呢 一生啊 都有这个遗憾 从此他用这个 悲伤加神丹封印 飞不出的剑 有什么用呢 就用不了飞剑斩首了 还是我师父的离火圈最厉害 嘿 这个不倒和尚麻颠说了 哈哈 地狱夫人事物成性 厉害的 也就是你那把武器而已 可惜啊 你本身啊 道横不足 难成大气 立刻生气了 你想试试吗 然后这个娘娘书生 王良良赶紧心里想 这个麻颠啊 是五散仙中内力最强的 金花蓉打不赢的 金公养一点都不差 最差的是我 对吧 最弱的是我 最差 如果不是你娘娘枪 一副要死不活的摔样子 论本事 你跟我差不多 哦 看来这个王良良是啊 这个因为他很喜欢金花蓉 所以说 一直展现自己弱小的一面 这个废柴 与你的本事相同 那我们也不用比了 不敢 不敢 这苦竹就很烦 你们在那击一扎扎的 对吧 乱死了 哎 来了 哎 剑邪风行追啊 叼着个烟斗来了 他应该是这五个人里面最强的 我来晚了 那个女人的眼疾啊 终于被你治好了 你竟然不敢以好性人真心面对啊 又何必苦苦盘旋不去呢 有时候咱们要拿老虎的话 还跟这个剧情有关系 看到没 所以说上一期有个弹幕 应该是太长时间没玩记错了 麻丁兄 你还是千里神机啊 要是能向你师父苦竹和尚看通啊 我早就这个白日飞生了 啊 就这份残念 参不透 我何曾参透 哎 苦竹竟然是麻丁大师的师兄还是师父 最新草木不问世事 最多挣个罗汉道吧 我们谈的正事吧 几里呱啦 几里呱啦 风行锥游离江湖 加上麻丁的预知力啊 看来武林有一场浩劫对吧 此中有死意 此中有生机 王秀才通打 世人造孽自作自受啊 这个受尽了环抱啊 这个赛奇新生 他们就在这聊起这些事情了 但是风行锥跟他们这个看法不太一样 这四个人就是想这个旁观这个结束 对吧 风行锥呢是想我们这个行意 当人不让 见人危困之中呢 其有袖手之力 但是他前面呢 又又又又 又教那个酬航店的第一杀手 谢星恨好多这个杀招 所以说这游戏的编剧是有问题的 你们修道了才讲 功行既得啊 这个凡人贪婪无度 只会消耗万物的活力 人间啊 砸碎太多了 自相残杀 天地同废啊 什么天地同幽对吧 道不同步相为谋啊 这个风行锥生气了 64个月后 或许我们还能再相见 然后就直接遇见飞行走了 这个时候呢 其中最强的这个苦诸大师 发现了我们啊 其他三个人都没发现 大家看 发现了我 师兄说破就不好玩了啊 他也发现了 晚辈不是有意要偷听的 对吧 你不是狐狸动的小女孩吗 人家长辈啊 好歹是修行快三千年的狐仙 就那个狐仙长老 三千年又如何 行运之词也该 好像这个泄露天机了 好像也要出什么事情 这个长老 天机不可泄露是地 老僧不愿受业力牵累 就送你白虎一只相助 原来他是他的师兄 对吧 谢谢苦诸师傅 这是死在这里的 吊鹅白虎精啊 就是咱们现眼打的那只老虎 老僧将其的灵魂 炼化成了召唤兽 替你打打坏人 也替自己呢 也替他自己赎一些罪过 这个时候金花蓉说 我们这个聚会的秘密 也被他发现了 这个王良良呢 看这个金花蓉提到这一嘴 就就害怕我们被灭口 对吧 害怕我们被他杀掉灭口 赶紧啊 这个把若狐叫我来 来看我的眼睛若狐 然后两个人对视的时间呢 其他几个散人都已经啊 瞬间飞走了 还对我们使用了这个精神 精神这个幻术啊 催眠 哎 就是说啊 你除了得到了召唤兽白虎 其他全部都忘记了 这样我们就忘掉了 他们聚会的事情 哎 我们在这干啥 啊 我找到这个召唤兽白虎了 得到白虎第一重啊 非常开心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离开恶人谷啊 获得了一只新的召唤兽 我们现在呢 呃 就可以前去触发巨型的那个现运寨了 这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的一个链机 哎 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个游戏的设定 哎 看到吗 我们江峡现在明明应该是一个人啊 就是打敌方全部的 但是如果我们江峡出发了狂刀怒 这个愤怒技的话 就会导致他那个珠伤满级的珠伤 无法触发 不过因为江峡呢 有一些点数学了太阴真经 所以他现在攻击是我们最高的 看看江峡的攻击力 所以我们现在练剂了 你就变成这种非常享受的过程了 就是很快 很爽快 江峡现在 有点厉害了已经 好 让我们剪辑一下 再练一下集啊 然后我们剪辑回来之后呢 继续出发咱们的剧情主线 好 我们现在稍微练了一下集 其实也没怎么练啊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一个练集的爽快程度吧 然后我们就去出发剧情 一回合结束 对吧 这经验值的 这这这这获取速度 就是我们打什么架 基本上都是一下就完事啊 非常的快 对吧 很快速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 离开这个场景了 可以在这个爱心茶桶这呢 补个状态 不过我们现在也无所谓 很满 走位非常的不错 在这里还有最后一个宝箱 雪山这样的 大型血药 然后前方的就能出发剧情 我们可以选择在这更换队友 比如说把轩小小换上 但是我们用黑漆风也可以 看一下咱们一个站位吧 就这样就行了 这样战斗非常的简单 来到仙人寨附近 我们竟然遇到了华子音 以及谢星恨二人 我们打听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找到江小鱼 切而落脚的地方 原来他们就是来到这里 杀害这个苏英恶 以及江霞 他们的目的 江家出力 灭我仇皇殿 只有赶尽杀去 才能够灭我心头的怒火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呢 虽然对爹爹的复仇计划 我对吧 我不太喜欢 但事到如今 也只有这样继续下去了 不要怨我心恨 而谢星恨脑子里想的 确实曾经带给他 从来没有感受过 温暖的那个妇人 也在这 跟苏英住在一起 正在这个时候 黑西凤 还有咱们江霞一群人来到了 黑西凤脑子里想的是 见到了苏英 对要好好巴结未来的婆婆 你这个仇皇殿的刺客 又想干什么 江霞爹爹已经被你们害死了 现在还想害死他娘吗 这个丽慧的笑容 让我很奇怪 死三八你给我住嘴 你们灭我仇皇殿 此仇岂能不报 这黑西凤瞬间就生气了 骂了一句脏话 我X的对吧 从小到大 没有人敢叫我死三八 看到了华子英 但是他就歪过头去了 这里我们两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 子英你要保重 对吧 增加好感度 第一个选项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他不说话 这样我们直接进入战斗 西西恨说我来找人 我看你们是来找茬的吧 这样我们直接进入战斗 西凤最棒之歌 我们黑西凤 因为学的都是 不训练子 所以说暂时 就没啥别的功夫 江霞普通攻击 每个人打六千 看到没 然后我们这个熊霸 只是一个一级的连镜长 但是现在这个场景 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这个场景 是一个气候 天候是一个水属性 连镜长我加成 再加上他是水武器 加水弓体 三水合一 四水合一 所以一级连镜长 就打了这个 华子银七千的伤害 非常的变态 对我们来说 这场战斗简单的不行 把光鼠召唤出来 给他加一下这个经验值 江霞就普通攻击就行了 大看着伤害 普通攻击 这两刀就把这个 华子银给劈死了 华子银这场战斗 也没有任何的战斗能力 他就是会一个 犹豫之后 伤害很低 这个 他用点杀就可以了 冰心诀 拳击 六个三百三 因为我们加了满级的冰心诀 他一个暴击 只打了我二百滴血 好 非常轻松 对吧 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很强了 获得大量经验值 每个人都能升级 熊霸也升级了 黑熹凤 光鼠 这是我们第一次 让黑熹凤上场 让瞧瞧也可以 这时候苏英啊 也听到了外面的战斗声 但是这个战斗 因为我们太过强大 接触太快了 他刚刚走出来 小夏你们在外面干什么 黑熹凤赶紧笑呵呵 婆婆 江峡掏出了手中的刀 就要将这个 酬黄殿的一号杀手 斩于刀下 他想要对娘不利 这个酬黄殿的杀手 又是你 你要替你爹的报仇 小夏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球星柳呢 在旁边也是跪到了 星星恨的身旁 他说星恨 别怕 无论如何 我都跟你在一起 他跟星恨一起死 但是华紫英呢 这个时候却无动于衷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 和从先前那个正邪 两个门派交战开始呢 这个华紫英的人设 就完全崩塌了 要是前面 他做的还是正道少女 侠女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地方就很奇怪了 对吧 他反而不敢上去 陪着星星恨 像这个球星柳一般 我并非为了紫英才杀你 身为仇黄殿的杀手 你早该有所觉悟 也好 这个时候 星星恨反而感到一阵解脱 从这里 这一段描写还可以 就写到星星恨这个少年呢 从仇黄殿这么多年啊 替他们这个征战南北 然后杀人啊 杀这里人 杀那里人 其实已经夜眷了这种生活了 现在他想引进就死 正在此时呢 一声大吼 刀下留人啊 夜南天赶到 夜南天还有鬼师傅 燕伯伯 星星恨是江无缺 与铁心蓝之子啊 北门啊 江云 我们全部都被球仇给愚弄了 自此呢 我们这个游戏的真相大白 也是球仇想上演一场 模仿江无缺和江小鱼 兄弟自杨残杀这种事情啊 做到这个堂兄弟身上 星星恨啊 突然质问球星柳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球星柳这个哭了 因为我们知道先前呢 他是一不小心偷听到过 他的父亲球仇 跟那个死了很多 跟那个被挂了很多年的 江无缺的对话的 这是我炸死七年 明察暗访得知 鬼师傅这个时候 也揭晓了他的身份 原来江小鱼当时啊 坠落山崖并没有死 苏英非常的开心 原来你娘就在这儿 还不赶快上前认亲 原来铁心蓝也没有死 对吧 当时坠下山崖 看来这个我们知道 众所周知啊 掉下山崖是不可能死的 小鱼儿没死 这一期难道都是骗局吗 谢星柳这个时候 像发了疯一般 哈哈大笑着而去 而球星柳也跟着他们 华子音低声说了一句 多保重 随后也跟他们而去 但是华子音啊 这个地方 你这个行为就不太对了 对吧 先前 球星柳就想跟着 谢星柳一起死 华子音就在旁边 就靠到了江峡旁边了 你何必这么在意华姑娘呢 西凤会用两倍的温柔 填补你心中的空缺 这个黑西凤 这是内心想的 这个地方 编剧对江峡这个描写啊 是真的很奇怪吧 这个时候呢 铁心蓝也就是趋无意 终于恢复了自己的记忆 我想起来的 我是铁心蓝 燕某 你说云尔他会不会有事啊 我们看到 众人都在外面聊天啊 但是江小鱼和苏英在里面 冒着爱心 不知道在做什么成长的事情 虽然没有追到云尔 你也不必太过操心 与其啊怕他被其他人欺负 还不如担心他去欺负别人 这个燕南天哈哈大笑 说出这句话 他不太会说话 因为我们知道江云这一段时间 都是一个杀手 对吧 铁心蓝瞬间心里很难过 糟糕 说错话了 这个时候 黑西凤小说 你听啊 你爹跟你娘感情这么好 所以在里面 确实是做成长的事情 小鲨有机会 也该跟我亲近亲近 然后我们两个呢 就学会了情侣记啊 祥凤戏彩霞 你说呢 这有两个选项 只要别太过虎就行 我是不可能的 我忠心 我只喜欢弱虎 这个跟那个 好像扯不上关系 怎么没关系的 触景深情 我们也都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叶伯伯 你们请进来吧 我们完事了 这两个人可真的是行 这个游戏 还好我没娶老婆 燕南天内心非常的开心 还好我是一个老光棍 江小鱼 我看 脸上还有苏英的唇印 大家注意这个立会的细节 很有意思 确实刚刚也是天雷 这个动地火 对吧 七年之影 爹的事情都跟你娘讲明白了 我们希望你去追回堂兄江云 让新兰安心 蓝姐姐 我家死鬼的在外头混了七年都没事 吴雀大哥有名誉神功护体 与燕伯伯的也是照顾面的 就是铁面人嘛 对吧 你也不用担心了 求仇啊 不知道在大哥身上动了什么手脚 我潜入了仇行殿数次 但是都无法唤起他的记忆 看来只有万春流万伯伯 才能治到这个病了 你就不会少说两句吗 对吧 这个时候又伤了这个铁心蓝了 听说万伯伯 这个迁居到了齐足 只要找回大哥一定能治好 说到齐足 江霞又想起了华子音 这个人设真的是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给大家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 大家还记得我们当时杀死老虎之后 在那个天青啊 在那个离开恶人骨之前 获得的那个猎虎单嘛 对吧 号称虎狼之药 少年人不要用 这个时候咱们交给我们的父亲江小鱼 你要努力将唐兄跟我找回来 好 再跟他说话 咱们小声的说 这个带括号的白字字就是小声说 带括号的黄字呢 就是这个内心的想法 哎 爹啊 这个孩儿有一件 见面礼要送给你 什么东西 不会害了我吧 哎 这是天师星啊 给我的猎虎单 爹爹体能不错 还用不上的 刚刚刚刚实战过 不过你身旁女孩太多 万一不小心吃了这个丹药 给我们江家弄了 好几个儿媳妇就麻烦了 还是由我替你来收下保险一些 哎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跟苏英啊 我们出去一趟啊 就假装过了很久 再回来啊 他们已经体验过药效了 再跟苏英聊天 每次跟他聊天呢 都会给我们回复满所有的经历 他就会说 哎 你看脸红了 哎 小小 你送给你爹的这个猎虎单啊 有机会多弄几颗来啊 来来来啊 娘亲疼你啊 就作为这个送给他 他老公这个猎虎单的奖赏 我们每个人都会获得 一千点的经元点数 作为奖励啊 非常的不错 所以这个剧情我是真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跟这个 燕南天讨教 选择好啊 我想看天下第一神剑的本事 去外头练一练 我们要做的这样 首先呢 是四个回合 还是五个回合之内 要被他把我们四个 全部都干掉 虽然我们前面 这个地方机会是无限次的 所以可以让他把我们的血量都打低啊 因为我们死一个人 下一次战斗就是一滴血 然后连续让他 把我们干掉三次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 弱虎的防御能力太强 所以这个燕南天 一击秒不掉弱虎啊 弱虎死不掉的 对啊 打弱虎都没掉血 大雪天的 燕南天穿着一个拖鞋啊 对吧 这样他没有把我们打败 他就说呵呵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他是四个回合 把我们四个人全部都干掉的话 就会触发哪一个次数限制 这样我们连续让他 这次咱们就可以了 因为这次这个弱虎只有400滴血 他一下就可以把他干掉 除非出现那个miss的情况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呢 我们已经是留好了这个存档 这个存档呢 我们已经是被他连续击败三次 跟他聊天呢 他就会说啊 你这个多次找我来打架 对吧 一直这个败不哪 肯定是让我教你东西 所以教给我们突破这个技巧 就是越过心里面这个的障碍啊 有了突破呢 我们这个地方如果领悟了突破 然后在尸城燕南天 就可以让我们的攻击啊 突破999999 就能够打到99999的伤害 如果能打到的话 反正就突破了啊 然后 找一下 突破对吧 我们就可以领悟到突破 对吧 炼成此际后 对敌人的伤害之上限 可以突破9999 然后在弓体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本来就有燕南天 因为我们是诸商满级的 然后我们现在血量不太够 跟这个苏英聊一下天 这个补充下状态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全版的状态啊 然后可以在这加一下点 比如说这个熊霸 对吧 就可以学下这个一些点数 首先呢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个事情 游戏中呢 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一些点数 比如说呢 我们看啊 洗髓经和太阴真经啊 同属于这个水系功法 包括名誉功 他们呢 对咱们的属性加成的 明显是这个太阴真经 比洗髓经更强一筹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呢 我们反而会 这个首先用洗髓经 这个原因就是洗髓经呢 它加什么速度 比起这个太阴真经啊 要高一些啊 因为我游戏中速度第一嘛 咱们先出手 对吧 先把敌人秒掉 那肯定更好 当然如果咱们速度 很不错的话 那就是优先太阴真经了 因为这个加了这个 看修炼纯属者 大幅提升自身的内力和力道啊 这个力道会很高 所以这是一个要素 而且呢 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看啊 这个太阴真经呢 不管是大幅提高咱们的力道 还大幅提高咱们的内力 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 招式攻击也变强了 对吧 因为力道主外攻 内力主内攻嘛 所以说这不只是让咱们 这个刀剑啊 之类的越厉害 刀剑刀法剑法 而让我们这个拳掌功夫 像大雄的这些 包括这个将云 也能学什么 水水连进掌 对吧 连进掌这些东西 都可以提高他们的伤害 所以说是一个 啊 很强力的一个内攻 基本上咱们就是 以他为一个主配 所以咱们现在 啊 小霞也是一个三级的 太阴真经嘛 对吧 然后 若狐现在就是把这个 他现在这个 已经是八级的 那个 冰心诀了 所以咱们上一场战斗 打那个球星柳 他们三个的时候 也发现了 对吧 这个冰心诀的一下 就能让四个人 全部都这个 上了这个加强防御状态 我们现在可以把他这个 哎 就把这个回春诀啊 正好能学到十级 在我们这个练机程度下 这样回春诀就到了满级 我个人是不喜欢啊 有 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啊 这送给我一个修改器之类的 我其实不喜欢用 因为这个很好找 接上游侠也可以 但是我们手动练集的话 这样能给他讲更多东西 有些体会 看到我们若狐现在啊 主要的这个辅助技能 冰心诀和回春诀都已经学满了 我们未来呢 就可以给他领悟新的技能 比如说把他这个 把若狐的那个 菩提诀 对吧 然后剃云纵 还有那个爆卖学经啊 这三个都给他学满 就是加速度 解状态 然后这个加攻击的这些技能 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吧 然后都给他学一下 然后甚至把那个 黑之猪的迅赢 也可以学一下 这样他速度更高 或者是让他 等我们未来这个 其他人归队的时候 学那个苦竹的 那个龟甲术 增加他的防御能力啊 都可以 熊霸现在也有很多点数 对吧 有四千点 我们有一个选择 可以让熊霸的 把这个珠商给学到 这个比较高的等级 这样我们队伍里面 就不需要让黑西凤上场了 就是熊霸和这个江霞 两个人普通攻击就可以了 不过咱们现在 黑西凤也有三千多点 可以给黑西凤这儿 把它这个学一下 找一下 黑西凤 肚气 继续来学 这样我们把黑西凤的肚气 就学到了七级啊 就是让自身的真气 化成体力 给我们来补血的 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肚气这个技能呢 是大家注意的话 这个范围啊 消耗真气190 补血的范围 是咱们全体补血 这是一个关键 这是给我们全体 都能补血的这么一个技能 非常的强力 非常的强力 熊霸现在 可以给他学这个 太阴真经啊 继续提高太阴真经 也可以学诸商 都可以啊 这样熊霸 直接给他学到四级诸商 这样我们队伍里面呢 就三个是群攻的了 即使不用那个 赤油血童啊 也是怎么说呢 已经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状态 然后太阴真经 可以学一下 学到两级 然后其他的 江霞 还有三千多点的 对吧 江霞可以学这个 找一下 血沙刀啊 先学到十级再说 这个已经是到满级了 血沙千虫啊 之类的 咱们没必要学 其实也可以学一下了 都可以 其实这个东西 后面这些 其他那个刀法 其实咱们都已经 没必要学了 包括江湖五虎呀 这些这些技能 这那些东西 都都没必要学 可以学血沙千虫刀 也可以继续提高 他的这个太阴真经 这样我们把太阴真经 先学到六级 然后血沙千虫刀 能提的提一下 然后这样 我们四个点数 都差不多都点完了 对吧 轩然巧解 还有两千九百点 因为先前 这个江霞的母亲 苏英非常的满足 所以给了我们 这个猎虎丹的 那个奖励 对吧 巧巧呢 我们可以给他 学那个用药如神 继续来提高 这样的用药如神 终于学到了满级八级了 这样就很不错 然后要注意一个事情 我们现在 给这个黑西凤 他的功体呢 是那个飞燕 闪天诀 飞燕神的诀 咱们是给他 这个学到了满级了 九级 到了九级之后 咱们打一些小怪的时候 甚至可以一回合 连续打两次 所以现在是一个 就是我们已经变得 很厉害 很厉害的 这么一个状态 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 在这个雪山场景的 一些怪物的 一些偷窃 那个东西 可以 可以妙手 就是用仙人巧巧 妙手到很多 不错的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呢 妙手到非常不错的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咱们不需要 给大家过多的讲解 因为其中啊 我们 获得的这些 妙手的这些材料呢 都可以买到也好 都可以怎么到也好 所以就不给大家说了 比如说 一些杀手身上 可以偷到长针啊 可以炼制成这个 暗器暴雨梨花针之类的 我们其实没必要用投掷 然后我们就看到 刚刚我给大家讲的 这个事情 对吧 就是咱们这个暴击技能啊 这个愤怒技 让我们的这个珠商的群攻啊 化为了无形 同时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黑漆凤 那个9级的飞燕闪灵爵呢 让他能够一回合 出手两次啊 就是抢在我们其他人身上 这非常的快 熊霸装一个燕南天啊 忘记了 那个珠商了 所以我们现在打惯了 就完全不需要逃跑了 也不会很浪费打时间 因为打得很快 是吧 因为太强力了 水水这个 为什么说水水 是游戏中最强的组合呢 就是水弓体加水武器 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太阴真经啊 这一本这个内攻心法 大家看这攻击力 看一个每个人掉5000 距离我们突破9999也快了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江峡的这个攻击力 就暂时也不需要多升级 如果现在江峡的攻击力 配合上未来他那个 对吧 配合上他未来那个 叫什么来着 他们会掉落你的心 但能偷到飞针 呃 配合上未来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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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颠的那个 左右逢源之类的 对吧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我们这个攻击力 就正儿八九的突破 就是击水 现在这地团上 这怪 就我就觉得 就很爽 就是 就是 就是回合之类游戏 让我们打成 就是靠自己的这个手动链接的打 也不需要很多时间 就打成这样的 就很舒服 我们现在的一个主要目的呢 就是要去寻找这个 叫啥来着 寻找这个 寻找这个 寻找那个江云的位置 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来到安庆城呢 我们看一下这些居民口中 能得到什么信息 这是烂毒鬼 我们去这个市场南投 其实我们应该想到一个线索 大家还记得咱们现在在那个 宜昌城 宜昌城那儿呢 其实我是没给大家展示 我们跟一个NPC聊天 他就会说 你看我咱们宜昌这个 官府旁边那个公告 那个布什栏 告示栏上面 很久都没有讲 这个有新的这个告示张贴了 说不定咱们在那儿 能获得一些线索 对吧 安庆城 我记得也可以有这些线索的 不过咱们直接去宜昌吧 路上还能遇到一些小怪 揍腾没盾 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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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攻击力太强了 金创药 这是武当派 这是宁 这是这个 宜昌 宜昌在这儿 哎哟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哎 大家看这里就是这个告示栏 对吧 这个人叫啥呀 他就是说 刚才经过的一男两女 气质看起来 就和先前见过的侠客们不一样 一女呢 这个轻力端秀 一女啊 娇艳如花 而那个少年 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畏惧的寒气 但是呢 长得却是俊逸非凡 对吧 忍不住让人想多看几眼 哎 你可知道他们三人往哪儿去了呢 小生隐约桥见 他们好像是急着赶往一处 赤什么剧目的 哎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对吧 他们去了这个赤血剧目 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咱们出发剧情的一个必要条件 咱们直接去赤血剧目也能够出发剧情 但是就是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这个要素是怎么来探探索出来的 通过城镇中一些居民的这个闲聊 如果我们在这个布告栏 这个地方之前来到这的话 那个人就会感慨 最近没什么新鲜事 武林上没什么新事发生 导致他都觉得很无聊 没有什么这个新的布告 我们来到这个赤血剧目 就见到了伤众的华紫英 江霞非常的关心 紫英你怎么了 是江云把你抛下了吗 他人的 我去教训他 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 江霞现在脑子里想的是因为花紫英受伤 才想教训江霞 江云 而不是因为他曾经差点杀害了自己的母亲等等 对吧 他找求仇算账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突袭 原来泄心恨受不了了 带着求心柳间前去找这个求仇算账了 你受伤了别说话 若胡你帮他制止 是 但若胡却内心毫无波动 公子让治理治 太好了 治好了 江云跑到了赤血巨木的树顶 跟求仇决战 求仇已经练成了名誉弓 江云不是对手的 我们快去帮他 这个 这个江霞有些犹豫 假如你不愿意去的话 我自己去救他 怎么会呢 他是我的堂兄 我们去把他找回来吧 谢谢你 若胡沉默了 这江霞的刻画真的是 先拿个陈皮再说 好 这样我们就二次返回赤血巨木 进来之后呢 咱们先来把队伍换一下 比如说把乔乔换过来 他有一个事情可以做 我们要找到这个地图上的这个 酬黄殿残余势力的一个叫做酬黄殿护法的这么一个小兵 就是这个 看到吗 那个单腿站立那个 这边有个宝箱 一个小包裹整理一下 酷面魔心果可以复活我们的单位 就是这个 不对不对 不着急 我们现在去下面这条路 大家有印象吗 咱们在最早 这个操控谢星恨和球星柳过来 不是猎杀那只 那个妾子吗 妾子那只鸟 已经变成了咱们这个 若胡的宠物了 对吧 但是当时是来猎杀 咱们走下面这条路 才是正路 对吧 走下面这条路呢 咱们是可以最终走到那个窃子的地方 就这个 偷窃失败 没关系 一会给大家直接展示那个秘籍就行了 然后大家看 右边大家看到这个包裹了吗 这个包裹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那个贴图bug那个包裹 咱们现在即使千万城黑击凤 也是无法跳上去的 所以那个包裹咱们是永远无法获取的 其实第一期里面有人说 因为两个地方长得很像 他说你看你这个剪的不就是 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包裹吗 或者说未来有了黑击凤 可以跳上去 其实并不是啊 比如说咱们现在切换成黑击凤 他这个队伍排列在我们切换场景的时候 和排头的时候 老师自动给我换就很烦 黑击凤对吧 没法跳跃 这是禁止跳跃的 所以是一个贴图bug 然后这边呢 我们获取了这个枯面魔心果的包裹之后呢 然后也假装咱们偷窃到了那个护法身上的那个武功之后 就可以从这直接往上跳了 这边呢 就让我们快速的来到了这个上方的那个洞 我们在这个赤血巨龙的内部啊 可以走上下两个洞 给大家来走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这边还有个宝箱 一会再过来拿吧 那王者走 哎 就是这个洞吧 咱们刚刚是从下面那个洞 所以说利用这个跳跃功能可以穿越地形 就能直接跳过来 这里的所有敌人都使用的是土系的一个攻击 所以咱们现在水系的太阴真经呢 是被他们克的 不过 无所谓啊 因为我们被他克制也可以非常轻松干掉他们 因石水 然后呢 我们就走上面这条路就去前进 先前我们来猎杀气质的时候呢 走上面这条路呢 只是沿途整理一些宝箱而已 但是这次呢 咱们这条路就正路了 要去追查求仇以及这个江云 按照华子英先行的说法 对吧 这个江云呢 已经是先行一步 往那走了 已经在这个山顶跟那个求仇决战了 赶紧去救他一下吧 他现在武功应该是打不过求仇的 这边一路往左边啊 左上方前进 因为胜利的话 有个结算画面还是会慢一些 这边有两个宝箱整理一番 一个是银弓含玉啊 这是球心柳专用的一把弓 这边呢 是一个凤鱼草 是一个材料 哎 然后呢 左边就能出发剧情了 我已经提前存好的档啊 咱们来读一下 你看那个刚刚那个系统又自动 把咱们排头换成这个固要先了 很奇怪 提前存好的档也是在同样的位置 对吧 这边获得两个宝箱嘛 然后先前呢 我们 呃 击败这些敌人啊 是学会了这个 是偷盗了那个阎王魔宫 就是咱们偷窃失败那个东西 这个阎王魔宫 就是不动神宫的这个进阶版啊 这个就跟咱们那个洗髓经和太阴真经啊 玉女心经和八方巨大真气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些调整啊 首先呢 做一个事情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经典点数 对吧 黑西凤可以先把他的这个洗髓经来学一下 我们来说一个事情啊 大家要注意 咱们这个队伍啊 每个人物的状态这里 我们看到有力道和内力 这个内力呢 并不影响我们的真气值的上限 所以要注意一下 并不是咱们这个升丸级加了内力 就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真气值上限 所以说这个只是影响到咱们一个招式的攻击能力而已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 然后咱们这个真气和血量的上限 只能够通过咱们的弓体来提升 比如说 现在黑西凤 他这个九级的飞燕闪灵局 换成一级的洗髓经 我们看 把这个真气值就提高了16点之多 我们现在那个肚气 王良良的肚气技能呢 一回合是消耗多少呀 一回合是消耗19 所以咱们提高了16之后呢 正好能有这个380多 能让咱们不吃药 用两次肚气 所以说用这个洗髓经就可以了 然后还可以给他把这个洗髓经呢 给他给他来提高一下等级 反正他现在有1500多点 洗髓经啊 给他直接升就完事了 升到7级 我来看一下 他现在就变成了416点的真气之多 对吧 然后我们其他人 江峡已经是有10级的那个血沙刀了 那这一个事情啊 10级的血沙刀啊 是远远比这个血沙千重刀啊 这个伤害又高了 即使这个血沙千重刀呢 是一个进阶子这么一个刀法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 就这个突破呢 咱们现在虽然学了 但是等级不够啊 所以这个突破 即使咱们失成了 也没法突破这个9999的那个限制 不过以后有了咱们更多点数慢慢学吧 咱们现在这个懒得去练极了 因为已经很强势了 既然前方这个球仇啊 是一个水属性功法 名誉功嘛 他们修炼的 咱们用这个阎王魔功 其实最好能够克制他那个水功 但是我们到了未来 已经是以力克小啊 咱们任何以这个强壮的力量 就掩压过去就完事了 没必要考虑其他的 若狐姑娘的话 暂时学一下他这些别的 比如说这个 菩提爵啊 七云纵啊 学下这个啊 爆卖血精 提高咱们这个攻击力的 对吧 其实这个两级 或者一级的爆卖血精 配合江霞 那个给他用上之后 江霞就能够非常轻松的 用出那个9999的一个伤害了 然后熊霸 1385点 可以给他提高一下 刀山地狱拳 上到这个八级 这是一个土气拳法 正好克制这个 对方的那个水功 所以我们这场的一个决战 就用这四个人 黑漆凤 江霞 若狐 以及熊霸 若狐给我们上状态 黑漆凤用来群补 那个肚气群补血 江霞就是水水 水武器加水功 加一个 无属性的血沙刀 熊霸就是一个水水土 这么一个打法 然后我们现在江霞 好像差一点就能升级了 是吧 找个小怪 刀山地狱 刀山地狱破第一重 这是我们新领悟的 找个小怪 让熊霸升个级吧 让那个江霞 虽然咱们是水啊 被他们这个土的功法 克制了 但是没关系 然后这个 我们这个暴击功能 就很烦 不过没关系 咱们正好可以 大家看一下 咱们这个黑漆凤 这个速度太快了 好 这样打了一场战斗 江霞升级 咱们就可以回去 直接进入战斗了 看看咱们这个站位怎么样 他俩站前面 谁站位都无所谓的 这个保护技能 完全不需要用 因为我们现在 虽然没怎么经过 特殊炼击 但是已经很强了 然后熊霸还领悟了 刀山地狱破 对吧 看一下 刀山地狱破 就是这个刀山地狱拳 学到八重之后 能领悟的新的技能 这样我们直接进入战斗 往这儿走 就看到了江云 满身是血 我的十二个经络 已经被封住了 七八 名誉弓的寒气 果真厉害 掩虎诗暴 难道你们都不愿意念 以前星恨对你们的恩情吗 就是以前抽行店的 左右护法 而现在这个球形柳 目前已经进入 这个觉醒状态了 我们看到左护法 右护法 这两人都不说话 求仇哈哈大笑 没用的 他们都是被我 这个济州妖狮 这个操尸术复活的 现在就是一个 行尸走肉一般 被我这个命令 毫无其他感情 江云说四招 我只能挡下 最后四招了 这个时候 咱们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 你先逃吧 我随后就能追上你 第二个是 回你父亲身边 我们恩断义绝 咱们选第一个 增加一下好感度 球星流 已经识破了 咱们的一个伎俩 他说你骗人 就像刚刚 抛开了华子音一样 我知道你想牺牲自己 他说我不同意 华子音你输了 自始至终的 跟在云哥哥身旁的 只有我 柳儿回我身边 你娘很担心你 这个时候 他想起了曾经 他的母亲 胡夫人于姬 对他说过的话 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于是他决定 跟江云在一起 对抗他的父亲 求仇面对自己的女儿的 一个保护江峡的举动 说叛徒 我都要杀掉 即使你是我的女儿 如果跟我作对的话 我同样饶不了你 这个时候 球星流说了一句 请你好好照顾我娘之后 回头跟谢强恨说 我会一直陪你到永远的 然后一把 把他推了下去 然后自己也跟随 跳了下去 这个时候 球仇慢慢走过前去 心里面想着 这样的事情 他说可惜 我埋藏已久的 钻心虫就用不上了 控制鱼鸡的棋子 又少了一颗 也就是胡夫人 就是这个球仇的老婆 胡夫人 看来是被他 以什么方式控制的 对吧 我们走吧 对他这个女儿 丝毫没有感情 这时候一声鸟叫 若狐控制着 这个妾子 竟然把他们都救了 好像是妾子自发救的 也就是当年的 这个球仇柳 从用弓箭 把这个妾子射得不清 但是他算是 不计前嫌了 对吧 把他们救了 这样我们也是 同时及时赶到 可恶 居然还没有死光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狗子 也吃我的刀吧 请手下留情 这个时候 咱们就 西凤最棒之歌 就完事了 1500 江霞用血沙刀 冰心爵 全体保护 我们一个血沙刀 就是打9500的一个伤害 刀山地狱破 8100多的伤害 他有一个群攻明镜掌 但是在我们这个 高级的冰心爵之后 可以扛他好几个回合 对吧 我们现在加了爆卖学精 就可以真正的实现 突破9999的一个上限了 但是现在等级太低了 招光鼠出来玩一下 爆卖学精 刀山地狱破 然后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黑西凤的这个治疗 有多么变态 以后大家就知道 这就为什么要玩最高难度 我们看 注意这个肚气的上 这个补血 每个人补了2000多 看到没有 高的就补了2200 直接就补了咱们一个血的上限 基本上 999999 9999 突破等级太低了 大家看这个黑西凤的 补血能力如何呀 瞬间就全满了 因为他这个内力最高 快死了 还没死 还没死 死 不好意思 这个其实召唤玄武比较好 因为他是屠属性的 好死了 咱们第二次这个肚气都没用 就把他干掉了 获得大量进行值 以及他身上竟然掉落了 鸣玉弓的弓法 都升级了 黑西凤 增加了自己的强壮和护镜 这个内力影响的是这另一个属性 咱们先给大家说过 不影响咱们的真气值 对吧 真气值就是随着咱们这个等级提升 给大家来看一下 对吧 点了之后这个内力没变化 所以这个内力和真气 有时候有点容易让咱们产生这个混淆 对吧 好 光属于升到35G 哼 这个操师术真是不济 求仇 你乖个跟我们去飞燕山庄 我会向孤苍燕大侠求情的 这个时候啊 江小鱼来了 你还没死 当然了 我不孝儿子还没生一打子孙子给我抱 我怎么能舍得闭眼呢 这时候他带着铁心兰来了 江鱼也是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还不快救我离开这里 哎 胡夫人又出现了 又用这个太虚之术 把他给救走了 胡夫人说 心里面想 柳儿 我的选择呢 是你的父亲 只怕再没有机会照顾你了 而求仇柳内心也想的一样 我的选择呢 是江云 已经没办法陪在您身边了 这两个母女二呢 因为自己的感情和爱情呢 选择了不同的 这个 队伍 不同的一个立场 不用追了 这个时候江云直接晕倒了 因为先前呢 他已经是伤重的一个状态了 镜头一转 我们回到了仙云寨 华子英和江霞对立无言啊 两个渣男渣女 华子英从后面那个行为呢 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定他为渣女 但是先前我为什么吐槽大家一些说法呢 因为先前的时候是很多我们的观众 是在一个上帝视角 已经知道后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 在前面的那个地方 来发那些弹幕 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不知道剧情人来说呢 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暗示作用 我觉得那样是不太好的 但是到了后面啊 就没有就是 到了我们现在对吧 你看他叫江云叫云 叫江霞叫霞对吧 我不能依靠你度过这个难关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若狐非常沉默 天凉了你不要受凉 好吧 这个时候我们房子里面 终于是有一定好的这个气氛了 对吧 江小鱼是说 云二已经跟新兰认亲了 这个母子二人终于相见 接下来就要想办法把吴缺大哥找回来 吴缺小子就是铁面人啊 难怪我跟他打过几架 觉得这么熟悉对吧 江云内心想 爹爹 我小时候受人蒙骗 对您做了那么多啊 这个坏事 当时还刺了他一箭 对吧 可恶 我一定要把你救回来 这个时候 球星柳啊 也算是摆明了立场 他说 筹黄殿新的根据地 在浴血 这时候 黑西凤上去了 都是你爹跟你娘害的 他说 这是跟你讨回先前 你骂我死三八的账 球星柳沉默无语 但是谢星恨啊 瞬间站到了 球星柳的身前 也是 还是有点冷冰冰的性子 但是黑西凤看到 谢星恨的这个气势啊 还是感觉对吧 有点有点怂 哼 冷红一声就退回了 咱们江峡旁边 铁心蓝这个时候 叫了这个球星柳 直接叫他星柳 你过来 很亲切 他说 你真可怜的孩子 大人的私心啊 导致你作为一个受害者 你为了云二 甚至离开了自己的双亲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以后啊 就由我来照顾你吧 你说啊 已经算是 从母亲这个角度啊 你就当我的女儿吧 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恨我呢 对吧 为什么你人这么好 然后呢 他就趴在地上 就哇哇大哭 好 这样呢 我们终于是啊 所有人获得一些 竞缘点数作为奖励 终于是 剧情方面非常的明朗 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啊 就是前去 玉学将这个化物缺救回 当然为什么 你话说 其实这个游戏 总是有这些这个问题 对吧 很多人做什么事情啊 总是让咱们江霞去跑腿 让咱们主人公去跑腿 比如说现在对吧 明显 江小鱼的武功啊 一眼难天就更不用多说了 对吧 你们这些去玉学 不就完事了吗 确实让咱们小辈去啊 也没有给任何的一个交代 这个剧情就很奇怪 对吧 没办法 这个编剧可能是前驴即穷了 不管如何呢 咱们回复一下我们的一个状态 咱们本期的剧情也到此结束了 算是前进了一大步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是咱们未来啊 对吧 我们主人公们 现在已经是一个超级无敌浩化队伍 对吧 123456789 9人队伍 9人队伍又将如何经历未来的一些事件呢 未来又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矛盾啊 冲突啊 一些新的剧情转折等等呢 咱们这个未来再见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这个 我们这个 本期的人物讲评 来说一下 十大个人里面 这十一个人里面 这个后面死的这两个人 我们其实这个顺序 是按照这个死亡的先后顺序来讲的 咱们先讲先死 就是上期最后讲的那个小咪咪 对吧 迷死人不赔命 喜欢坏养男宠 他是死的最早的 间接死于这个小鱼儿和这个江玉郎 放水 然后他不同水星被淹死 第二个死的呢 就是这个十大人排行第十的欧阳定刀兄弟 就是 这个 拼命占便宜和宁死不吃亏 欧阳定刀 他们两个人呢 怎么说 咱们先来讲一个十大人里面的一个 另外一个框架 就是他们呢 本来是在一起的 也排行 老一老二 一直到老十 老大当然就是杜杀了 老十就是他们两个兄弟 然后这个 因为觉得十一恶人 这个名号不好听 所以说呢 就起了外号就是十大恶人 然后他们在这个恶人谷 恶人谷这个地方聚集了天下的恶人 连这个武林正道中的好多好手 什么少林 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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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都不敢进去闯 所以说十大恶人呢 也是为了逃避一些问题吧 有其中一些人呢 就住进去了 比如说咱们上期给他讲过的 小鱼儿的五个师傅 涂交交 哈哈儿 李大嘴 英勇 还有杜莎 他们五个呢 是在这个恶人谷中居住的 然后他们中间呢 获得过一个盒子 我们之前呢 给他讲过那个南天大侠 陆仲远 还有他的那个堂兄弟 还是那个弟弟 那个陆仲达 就是盗墓高手陆仲达 那个箱子对吧 那个盒子 就在这有关系了 他们把这个盒子呢 是十大恶人获取了 交给了那个欧阳丁当兄弟 来保管 但是他们两个呢 想要独吞这个宝藏 于是呢 就就畏罪潜逃 然后带着这个箱子就跑了 带着这个盒子就跑了 于是呢 就遭到了其他恶人的追杀 当然这也是在小鱼儿 出谷之后的事情 然后这个 两个兄弟呢 本来长得挺瘦 为了逃避其他恶人啊 其他这个兄弟们的追杀呢 硬生生的天天高热量 然后不断练 就不能说不断练 天天故意吃胖 就吃成两个超级无敌胖 就咱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利会这儿 也吃成两个大肥猪 然后他们两个呢 也是又高又壮 第一次出现的是在 小时候第45章左右 第46章 然后被杀掉的是在 第61章左右 不过这也是在 小咪咪之后了 我们百度百科里面 他们的内容很少 所以说呢 我就专门找了援助 打个这个地方 剧情区挺多的 全看完估计有十几万字 所以我看了大概几万字 如果给大家全部细节 都说出来的话 牵手人物太多 牵手的故事非常精彩 但是也太多了 细节实在是照顾不过来 所以我就简要的 给大家简短的概括一下 首先呢 是他们第一次出现 就是展现了他们 非常厉害的一个藏桌 隐忍 以及阴狠毒辣的一个特性 包括其中啊 当然也是智慧过人 小聪明非常厉害 连这个小鱼儿 都是阻挡不了 他们一个阴谋 这样也直接导致了 我们一个重要的 正派人物的死亡 这个正派人物呢 就是三乡盟主铁无双 我们先也讲过 这个人有个外号 就爱财如命 非常喜欢人才 也是正道中的一个 非常有名望的一个老者 他呢 就是喜欢人才 所以说呢 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呢 也不顾这个正邪的分别呢 是嫁给了十大个人 里面的李大嘴 所以说呢 就他的女儿呢 跟这个李大嘴 生了孩子 叫做铁瓶姑 铁瓶姑呢 也是 这个一开始呢 被这个江无缺 被那个江玉郎 给骗了师生 然后跟他有感情 后来呢 终于是嫁给了 那个十二形象里面的 那个胡耀师 对吧 咱们之前给大家 讲过这些人物了 所以这里就说到啊 这个铁无双的死呢 就跟这个 欧阳定道兄弟 有关系了 这里面牵扯到了 更多的人物 其中有段和肥 有赵灵 赵灵什么来着 赵香灵 这两个人呢 咱们简单说一下 这两个人呢 就赵香灵和段和肥 就是比如说啊 我们某个地区啊 就两个最有权势的人 最有钱的人啊 首先呢 他们两个很有钱 然后呢 黑白两道通吃 做生意做的很大 然后在这个地区呢 都互相啊 争对方的生意 想要成为这个地方 真正的寡头啊 想要来垄断 但是呢 一直都没有真正的 消灭另一方势力 然后这个段和肥家呢 有一个标局啊 然后呢 有一些这个行标的生意 因为我们知道 武侠小说中呢 这个行标都是很赚钱的 对吧 有时候一趟标 就够你吃好几辈子 然后呢 这里面就签 又牵扯到了新的人物呢 就是江别赫和江玉郎 他们父子两个人 首先呢 段和肥家啊 有一次这个行标呢 这个巨大的数量的标银啊 被这个江别赫 和他的儿子江玉郎 给抢走了 江玉郎抢走之后呢 哎 抢的时候呢 是隐藏身份 然后呢 又恢复了江玉郎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 把这个标银还给了段和肥家 哎 就说你看 我把你这个东西还回来了 于是呢 树立了他一定的武林威望 对吧 这白赚了一定的武林声望 因为自己抢了再还回去 然后呢 还回去之后 第二次又隐藏身份来抢 这一次再抢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 这个明面的归还 所以说没有人会怀疑到他 于是呢 他和他的父亲江玉郎 江别赫 就想要把这个事情陷害到 陷到这个 这个铁无双 这个三乡盟主 这个正派 第一人之一的一个身上 因为这个江别赫 想真正的成为 明满天下的正派 唯一的大侠嘛 对吧 所以想把他弄死 同时呢 这又是一笔这个巨大的财富 他很贪财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他为什么 又这个谋害 要弄掉这个 江小玉他们的亲生父亲江峰呢 因为最早的江别赫 是江峰的一个半读 一个书童 所以说就是有这些事情 然后这本年又牵扯到了 更多的人物 咱们就一一来说吧 首先呢 这个小说在第45章左右呢 是这样啊 镜头呢 是处在咱们这个赵家庄 咱们前面找了这个 说了这个段家庄和赵家 这两家的势力吗 在这个赵富豪家里 这个地方呢 席上有几个人在喝酒 一个人就是赵庄主 赵祥宁 还有呢 就是这个铁乌双前辈 还有呢 就是欧阳叮当兄弟 他们两个在吃胖之后 在江湖上 也是三年前呢 第一次啊 这个开始发放 就是来壮大自己的名声 甚至杀了一些恶人啊 来壮大自己兄弟两个的名声 他们两个在江湖上呢 有个外号叫 罗三和罗九兄弟 当然这个罗九呢 是老大 罗三呢 是老二 这个很奇怪 违背了常理 一般来说罗九是排行老九是小的 对吧 然后他们在这呢 先是表演了一首藏桌 因为这个铁乌双表示 就是没有听说过 他们两个的名号 当然这个赵赵主 对他们两个非常的推崇 于是呢 他们两个的下场 打了一套拳 什么大红拳之类的 这个江湖上 这个教夫 凡夫走足 都会的一些普通的这个拳法 而且故意打的就是很丑 在铁乌双 这种成名已久的人看来 就是也没看出 他们珍藏的有功夫 反而是觉得 这两个人 这功夫太垃圾了 于是呢 对他们失去的警惕 后来呢 他们在一边谈话 哎 发现 他这个庄子 一直不停的有人啊 用这个轿子往他这 运这个珍稀的药材 都是一些好的药品 而这个时候呢 江湖上正在发生一件事情 那就是 花乌屈啊 和这个铁新兰 这个时候已经在这个 同闯江湖了 并且江湖上也盛传 将这个花乌屈和铁新兰 已经是这个未婚夫妻 已经定了亲了 咱们之前也讲了过这个事情的吧 小鱼儿不是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感觉非常难受 然后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铁新兰的是中毒了 花乌屈在想要找解药 但是呢 市场上全部的珍贵的药材啊 都已经被莫名了 被这个神秘人给买光了 而这个药呢 其实就是送 一直一车一车啊 往这个赵家庄送的这些药 当然他们这个赵家庄庄主呢 还有这个铁巫霜 他们两个人是不知情的 但是那个罗三和罗九 就是欧阳定当兄弟是知道的 他们就是跟那个江别赫 一起做了一个局 最后呢 配合这个铁巫霜的一个 反叛他的弟子啊 一起把这个老英雄呢 给杀掉了 江小鱼虽然说 识破了他们的这些计划 然后呢 想要出手阻止 但是由于啊 最后这个 就在即将翻盘的时候 这个铁巫霜呢 被他门下的弟子啊 这个失案手给杀掉了 就像是拿着的这个剑 自己自尽一样 你死前这一位正道老英雄啊 也算是死不瞑目啊 真的是满眼都是怨毒和不解 很有这个非常的难过那种神情 就这样就死掉了 因为其中的细节很多 包括还有一些这个 画不去武功高强的描写 咱们就不再多说了 包括小鱼还用了他的师傅 应久又传给他的那个 鬼神鬼影走路法 这个告诉这个赵家庄主 这个来龙去脉的一些事情 已经太多了 大概就大家就明白这个意思 就是说呢 欧阳定当兄弟 穿梭于这些这个 有权有势的人中啊 这个一直到最后 包括江别赫啊 也被他们俩坑过 也没有识破他们俩的诡计 就是说他们两个这个 阴险脚诈性格非常厉害 而这个时候呢 小鱼是不知道 他们两个其实也是十大个人中的 但是他看到他们两个这个行径 就觉得 你看这两个人的聪明和阴毒阴险 怎么跟我在恶人谷里面 我那些师傅们感觉都不相上下 对吧 但是到了后来 他才知道他们也是十大个人里面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也就是咱们说 小鱼从小长大的环境 只是跟这个在恶人谷中居住的 这五大恶人 他的五个师傅们是有关的 他并不认识 小时候并不认识笑咪咪 也并不认识这个欧阳叮当他们 所以说不要以为 就小鱼跟十大个人都有交情 然后呢 这样我们镜头一转 就来到了他们两个兄弟 即将死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不是故意长胖 就是逃避其他个人的追杀 就来到了原著小说第61章了 这个时候呢 他们也是终于被这个 也从恶人谷中出来的 涂娇娇他们给找到了 也是涂娇娇呢 算是十大个人里面的一个智狼 包括这个一手策划 如何完美的抓住了欧阳叮当兄弟 就有他的功劳 涂娇娇呢 咱们未来再说 首先呢 他是教了小鱼的义容功夫 然后他有外号就不男不女 大家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但是义容功夫绝顶 所以小鱼呢 经常能够通过义容来解决一些事件 就是来化妆嘛 然后呢 他们这个涂娇娇呢 就抓住欧阳叮当兄弟 就说 你们的箱子对吧 怎么回事 欧阳叮当兄弟 本来还是各种狡辩 花言巧语 开始各种发誓 他们两个一天多发个几十个恶事 什么天打五零红之类的 随口今天来 本来还乐呵呵的 不能说乐呵呵 还没觉得 还没有觉得 灾难临头了 各种花言巧语 结果呢 他们两个就看到了 杜莎的那张脸 号称是什么冰冷无敌 苍白无色的 这样一张冷酷的脸 瞬间全身僵硬 颤抖起来了 就不敢说话了 就没想到 原来杜老大都来了 就与此来看呢 杜莎在他们所有人中 是最有威望的 包括 这个时候呢 这个欧阳叮当兄弟 已经是被这个屠娇娇 包括这个埋伏的 那个李大嘴 他们给制住了 就包括哈哈二 就是已经被点了 弄了穴道 已经是两腿都不能走路了 杜莎看到他们 扭头一扭 就冷酷的时候 给我滚下来 对吧 然后他们两个不是不能走路吗 就只能碍于杜莎的这个淫威 就只能用手当脚 从轿子上面爬下来了 然后呢 就开始来逼问他们 关于那个宝藏 那个箱子的 那个盒子的事情 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说 如果我告诉了你们这个真相 就是能不能不杀我们 其他恶人的话 他们两个都不听 只是两眼的 就是四双眼睛 两双眼睛 四双眼睛 对吧 两双眼睛 望着杜莎 因为杜莎这个人 虽然是十大恶人之首 也是老大 但是呢 他这个人呢 是最有英雄气概的 首先呢 是当年跟夜南天战斗的时候 其他人都被夜南天吓跑了 只有杜莎敢于正面 跟这个夜南天大战 当然这个时候 夜南天没有这个 驾驭系工大厂 但是也很厉害 杜莎呢 能跟他这个打上一些回合 虽然说是最终的 自己的一个手臂啊 被这个切掉了 所以咱们这个游戏中呢 江小玉不是练的 什么血沙刀啊 什么那些 都跟杜莎有关 当然这个小说中 好像杜莎 应该是一个用剑的高手 自此之后 杜莎这个没了这条手臂之后呢 就这个 这个手上就装了一个铁钩啊 一个铜钩 作为一个新的武器了 他呢 就直接用这个钩子啊 就插到了这个欧阳定当兄弟的 这个肩膀上 把他们提起来 来逼问啊 然后得到了杜莎 说啊 这个你只要告诉我 这个下落 宝藏的下落啊 这个我就不杀你们的这个 许诺之后 哎 他们两个就终于敢说了 因为他们 所有的恶人都相信啊 杜莎 这个只要出了口 就不会反悔 所以说这个杜莎 其实描写的很成功啊 然后呢 这个最终啊 是逼问出来了 逼问出来了一个 什么地方 一个地图 他们两个呢 就画出了一张 这个昆扇的地图 哎 然后呢 这个十大人就准备走了 就把他们两个留在这儿 然后这个图娇娇啊 出来就拿起刀来 就把这个欧阳定当兄弟 什么胳膊 腿都给他割了 都给他切断了 就做成人棍了 人棍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吗 就是只剩一个躯干了 就都给割了 就是说杜老大 虽然说不杀你们 但是没有阻挡我 做这种事情 对吧 然后显得割完之后 就把那个白糖 都涂到他们那个伤口那儿 就扔到地上 这样的话 你想想那白糖 全是糖啊 就是这个身上的伤口 全都扔了糖 那的话不就有 无数的这个蚂蚁啊 虫子要去吃吗 那比死了还要难受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小鱼儿这个时候呢 就是本来也要走 但是想了想 实在是不忍心 他们变成这样 就是这么难受的死去 然后就赶回来了 这两个兄弟也没想到 对吧 数次被自己破坏了计划 数次作恶都被小鱼儿看到 没想到小鱼儿还能回来救他们 在这个时候 也是对着小鱼儿各种 这个类似磕头啊 然后这个 希望他能够救 把他们两个全部杀掉 给他们一个痛快 然后最后呢 小鱼儿就说啊 你们这个作恶做的多了 对吧 到了这个地狱的时候 要下油锅什么的 这两个人一听的啊 真正的也害怕了 虽然他们两个人 行恶一声啊 在临死之前呢 就对小鱼儿说 说了一个真相 你要知道 真正的这个宝藏的下落嘛 最终呢 就把这个真正的宝藏的下落 告诉小鱼儿了 原来他们之前啊 虽然得到了杜杀的允诺 就是不会杀他们 但是呢 也留了心眼 因为他们的外号叫什么呀 叫拼命占便宜 和宁死不吃亏啊 所以他们即使到最后的时候 也在啊 这个拼命占便宜 和这个宁死不吃亏 他们知道自己的下场会很惨 所以画出那个昆山的地图呢 那个山洞 宝藏的那个藏处 其实是一个假的 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多年不出江湖啊 这个十二星象之首 魏乌鸦啊 这个老鼠那个秘学 他们两个临死之前就想着 哎你看 我俩死了之后 对吧 你们这五大 五个人啊 六个人 也要去送死了 也要被魏乌鸦干掉了 他们觉得临死之前 咱们还做了一个 这个赚钱的生意 对吧 你看以咱们两条人命 换他们五六个对吧 也算是值了 但是呢 最终因为小鱼儿救他们 他们就把这个真相 告诉了小鱼儿了 然后呢 最后的一个描写 也是很有意思 他们两个临死之前呢 对小鱼儿说 希望你得到这些宝藏之后 能够替咱们兄弟两个 在人世间的做一点好事 对吧 替我们啊 这个增加一些因德之类的 反正这个描写呢 很 我讲的可能有点乱 但是我个人觉得整理 这个我这个思路 还算是清晰 推荐大家 如果感兴趣的话 看一下小说的第四十五章 第六十一章 对这一段剧情 就一定了解 那么我们本期啊 关于这个欧阳定当兄弟 十大人的第二次的一个介绍 就到此一说 咱们下期呢 来讲一个十大人啊 这个死亡最多人数的 那一个场战斗 然后其实本期 还有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呢 在这个欧阳定当兄弟 这个被砍成人棍之前 这个画出了那个地图 对吧 除了杜杀之外 其他那个恶人呢 都在争抢那个藏宝图 结果抢了之后呢 几个人啊 你看我 我看你 一看老大杜杀没出手 都不敢说话了 离大嘴就打了个哈哈 就说 哎这个还是把这个宝图 给咱们老大杜杀掌管的吧 只有他掌管 咱们才信得过 其实就是杜杀呢 就是号称 就是一生啊 轻易不出手 所以其他人都害怕他 包括这个时候 他们正在谈着这个话 已经将近尾声了 这个阴久忧 就是像鬼一样 那个十大个人 从外面出来了 并且带回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就是说 他看到了燕南天 这个地方还涉及到了 咱们小圆的一个心理的 一个成长和变化 就这些恶人啊 包括杜杀在内 包括欧阳叮当在内 听到了燕南天的名号 这个燕南天 就是我们先前给大家讲过的 那个南天大侠 陆忠元假扮的燕南天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燕南天 但是光是一个假扮的燕南天 唯妙唯孝嘛 因为cosplay非常好 把这些人都吓得 就是当场就不太敢说话 这个时候小圆看到这个情景 就非常的羡慕 她说如果做人 如果能变成燕南天这样 光一个名号 就能把这个想当中的 十大个人吓成这样 那就好了 然后又感慨一些事情 对吧 因为小圆也听过燕南天的一些事迹 她就想到了 你看燕伯伯 对吧 燕南天 这个有什么恩怨的话 就正面找别人去解决 自己呢 因为失诚十大个人中的五个恶人 所以不管有什么恩怨 一般都是习惯在这个暗中解决 然后呢 她这个时候心里就发生一些变化 包括为什么后来 她又返回去 这个不忍心 欧阳金男兄弟 被这个万以世心之苦给弄死 就是跟这个燕南天这个名号 对那个几大个人的影响 不过燕南天一些形式的一些准则 包括这个万称的一些教育 中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发酵 小圆呢 也是一些善良的本质 更加的暴露出来 同时呢 未来的形式风味 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个就是燕南天对她一些影响 包括这个十大个人 对她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她之前 对喜欢她的女孩子 故意做坏事之类的 对吧 好 这样我们本期就讲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